呃我们还在大英博馆的启蒙馆啊 这里边呢又和埃及相关东西大部分是纱布提木偶 这呢还是有装内荡的罐子 记得吗人头的装什么 人头的装肝 鹰头的装什么 鹰头的装肠子 但是这不是重点 我们今天要长的重点是什么 你看这个黑乎乎皮肤的小哥 啊他这个样子呢 是不是感觉呢 已经有了写实的风格出现了 正不走 站在这呢非常稳定 戴着假发的同时呢 两只眼睛望向前方 那肤色有人说了 不是说埃及人白种人居多吗 但是在热带气候下呢 人类的皮肤会产生一些色素 导致肤色比较幽黑 那我们来讲这个雕塑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来说说三角形构图 其实古人早就知道三角形是个稳定的图形 把三角形构图呢 在这儿完美的体现出来 正不走的这个姿势 这儿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三角形 而胳膊和拐杖之间和身体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两肋和两只胳膊之间呢 又出现了两个三角形 肩膀和腰身之间是不是又出现了个倒三角 显得是不是非常的健壮 裹上这种裙子站在这儿 虽然呢手法很稳内 但是呢写实呢已经出现了 这是什么时期呢 大概在古王国时期 也就是距今至少是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前了 三角形构图在那会儿就已经出现了 如果有人误导 您说三角形构图最早出现在亚树 那是根本就没读书的一种体现